这是一部让我憋着尿看完的西班牙惊悚犯罪力电影《当你熟睡》 汉后大叔白天是个公寓管理员 晚上就化身变态卡油狂 他不断钻进女孩家的床底 偷窥脸雾 甚至在你熟睡后 做出让人毛骨悚然后继发凉 噼里啪啦的龌龊行为 友情提示 独居男女一定要看完哦 也许这部电影能让你发现身边潜藏着的看不见的危险 故事开始于西班牙的一处公寓 劳累一天的肉身终于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了 可床底下却偷偷躲着一个男人 等他沉沉的睡去后 就会捏手捏脚的爬出来用明耀捂晕他 掀开被子准备做些猥琐的事 不仅如此 他还在化妆品里注入了一些未知液体 然后就开心的抱着肉身睡觉了 直到凌晨五点 他被闹钟吵醒 赶紧趁着肉身药效还没过 起床用他的牙刷刷牙 在背上自己的小书包从容离开 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内容 什么开开门呢 问句早安呢 投放投放各类信件之类的 而肉身却浑身疲惫 好像昨晚发生过一场恶战一般 对了就是这位大叔 他靠着管理员的身份 熟知公寓内所有人的作息时间 而且他还有钥匙 这种事呢 他已经轻车熟路 持续有五周了 那么熊仔们就会问 他脑子莫不是有大病吧 对他就是因为不快乐 甚至还多次产生了轻生念头 但是呢 他想到了一个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动力 那就是让开心的人 变得和自己一样不开心 这样一来 他心里就得到了平衡 什么遛狗大妈呀 宝洁阿姨呀 都被他搞得极度悲伤 这不新的一天开始了 大妈临时有事要出门 但狗狗呢 却没人照顾 所以就求助汉后老师的管理员 帮忙照看一下 可结果呢 下午狗狗就生病了 原来啊 大妈叮嘱他 狗狗只能吃特定狗粮 要不然就会消化不良 但这货呢 却故意扔了一块土豆馅饼给狗狗吃 还有宝洁阿姨 他明明活干的不错 但变态大叔竟然谎称 客户投诉了他们母子俩 清洁做得不干净 让母子瑟瑟发抖 但唯独肉身 他一直搞不定 乐观开朗 无论遇到啥事都能一笑而过 晚上肉身回到家 照常收到各种变态骚扰性和信息 不用想又是变态大叔干的 可让他苦恼的是 肉身每次都是眉头一紧 然后死掉 继续happy 好家伙 这怎么能行 大叔纵横阴间数十载 就没见过这么快乐的人 于是他便加大了力度 他知道肉身怕虫子 便弄来蟑螂软 涂满各个角落 这一次果然见效了 肉身不仅因为涂抹了那些 加了东西的化妆品 皮肤过敏 日益严重 另一方面 躲在暗处的蟑螂疯狂繁殖 一觉醒来 吓得他花容失色 再也笑不出来了 赶紧求助 变态大叔 但天真的肉身 怎么也不会想到 眼前他如此信任的人 竟是真正伤害他的那个人 肉身希望他能帮自己清理蟑螂 自己呢 则回老妈家住几天 听到这话 大叔可慌了 晚上没人陪自己睡觉了呀 再加上肉身又恢复了满脸笑容 这让他无比难受 计划又失败 不过这也奠定了他 决定放大招的决心 然而还有一个小女孩 每天都会在上学前 背着老爸跟他要钱 还满脸写着不屑 甚至是鄙视 原来呀 小女孩早就发现了 他的龌龊行为 所以才一直用钱来要挟他 不给我 我就说出去 浩家 也是个天真无邪呀 丝毫不具邪恶之力 但这天呢 警察来了 他们早就接到了 肉身被骚扰的报警 根据发信息的IP呢 已经锁定了 就是在这栋大楼内部 发出去的 然而狡猾的变态大叔 早就设计好了逃脱方案 那就是陷害 宝洁阿姨的儿子 如此一来 宝洁阿姨母子俩 就更加没好日子过了 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 把蟑螂清除后呢 他马上就迫不及待的 通知肉身回家 原因很简单 他今晚要放大招了 准备好作案工具 甚至不断练习挥刀 咱也不知道 他是要下下肉身啊 还是真的动了杀心 眼看时间要到了 肉身终于回来了 没想到这次他竟然 还带了个男人回家 好像是他出差许久的男朋友 两人小别盛新婚 翻江刀海 这可苦了床底下的大叔了 而且由于动作过猛 卡在床下的迷药 竟然掉在了自己脸上 这可不得了 睡着了就暴露了 赶紧挣扎着 趁药效没发作钱 离开这里 可更倒霉的是 钥匙拿错了 根本没法出门 他只能躲在浴缸里 第二天三个人都醒了 肉身男朋友也发现了 床下的工具包 什么脚带啊 绳子啊 还有一个日记本 好家伙 难道变态大叔 就此就要陨落了吗 不 他毕竟是管理员 一不做 二不休 干脆洋装 刚用钥匙进门 进来看一看 杀虫的情况 顺便取走 落在他家的工具包 而天真的肉身呢 本来就很信任这货 事呢 也就又让他给躲过去了 然而回到房间 房东却因为他经常迟到 找退 要求他15天内 必须离开 说白了 就是被开除了 可还没有打败 乐观开朗的肉身 自己怎么能就此离开呢 随后大妈过来安慰他 结果大叔也不惯着了 反正都要走 直接开大 什么年老社衰啊 孤独终老啊 养狗不是为了消遣 而是为了恶战呢 数落个便 然后又谎称 这些闲言碎语 都是从其他住户那里听到的 大妈脸上的笑容 也逐渐消失了 仿佛瞬间 再也不想去跳广场舞了 而此时 肉身拿着行李 打算和男朋友 出去旅行 变态大叔 眼看自己时日不多 打败肉身的计划 彻底要失败了 沮丧的他 又想起了 跳楼结束生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肉身又回来了 原来两人旅行前 需要做体检 肉身怀孕了 本来是个好事 但问题就在于 肉身怀孕30天 而他男朋友出差 足足48天了 这高谁 谁不迷糊 躲在床底的变态大叔 可乐开了花 当晚直接迷晕了两人 睡到了他们中间 又找到了 活下去的理由 可等第二天一早 肉身去上班后 他男朋友就谎称 楼上还有蟑螂 将他引到了屋内 然后直接摊牌 原来他发现了 床下挂着的迷药 也猜对了变态大叔 所犯下的龌龊罪行 两人因此爆发了 激烈的肢体冲突 可万万没想到啊 变态大叔趁其不备 用玻璃茶子一击毙命 然后又伪造了他男朋友 悖虑后 生无可恋 选择了自杀的假象 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更是对答如流 天衣无缝 把线索一直往自杀上面带 不过呢 一直要挟他的小女孩 他却还没有搞定 就这么走了 迟早会出事 就在当晚 他便提前潜入了小女孩家 迷晕了他父母 然后给小女孩好好上了一节 天真无邪的社会课 小女孩怕是从此都要自闭了 第二天 变态大叔看着肉身母亲 搀扶他下楼 欲哭无泪的痛苦表情 让他得到了满足 并在肉身上车前呢 说出了一句杀人猪心的话 对 他对肉身的摧残还没有结束 一年之后 肉身走出了失去男友的阴霾 他依旧坚强乐观 还生下了孩子独自抚养 然而此时的他 又收到了一封熟悉的黄色信封 打开一看彻底傻眼了 记录着他是被谁摧残 践踏 甚至详细到每时每分 对他成功了 他让肉身每次看到这个孩子 就会想起自己对他做下的一切 让他永远活在阴霾之中 让他永远快乐不起来 而自己光是想想他的痛苦表情 就足以支撑他度过余生 就此这部坏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电影 结束了 看似荒诞 但又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我们绝大部分人好像都会被 像这个猥琐大叔一样的生活 每天反复的践踏着 但我们有选择 那就是坦然乐观的面对一切 只要笑一笑 我相信就没有人能击溃你我